六妙法门 天台大师于兜夏瓦观寺略出此法门 六妙门者 盖世内行之根本 三圣得道之要尽 故事家出一道术 家夫做草 内思安波 一术 二随 三指 四官 五环 六境 因此万行开发 祥摩承道 当之佛为 误鬼是济若思 三圣正是 其不同有此路 所言六者 即是术法 约术明禅 故言六也 如佛或约一术便禅 所谓一行三昧 或约二术 为一指 二官 或约三术 为三三昧 或约四术 所谓四禅 或约五术 为五门禅 或约六术 为六妙门 或约七术 为七一定 或约八术 为八悲舍 或约九术 为九四地定 或约十术 为十禅之 如是等 乃至百千万亿阿僧 其不可说诸三昧门 西是约术 说诸禅也 虽术有多少 穷其法相 莫不惜向收摄 以众生机物不同故 有增减之术分别利物 今年六者 即是约术法而标章也 妙者其义乃多 若论正义 即是灭地涅潭 顾灭四行中 言灭直妙离 涅潭非断非长 有而难弃 无而易得 顾言妙也 六法能通 顾名为门 门虽有六 慧妙不书顾 经言妮还真法宝 众生从种种门入 此则通是六妙门之大利也 六妙门大义有识 第一 立别对诸禅六妙门 第二 次第一项升六妙门 第三 随便宜六妙门 第四 随对质六妙门 第五 相设六妙门 第六 通别六妙门 第七 旋转六妙门 第八 关心六妙门 第九 圆关六妙门 第十 正向六妙门 使第一立别对诸禅定名六妙门 即为六意 意者一属未妙门 行者阴属西固 即能出生四禅 四无量心 四无色定 若于最后非非享定 能觉知非是涅槃 世人必定得三圣道 何以故 此定因介入何何故有 虚狂不识 虽无粗烦恼 而亦成就时种系烦恼 知已迫着不住不找 心得解脱 即正三圣涅槃固 此意如须达陀罗 佛教断飞飞想处祸 即便获得阿罗汉果 属为妙门 亦在于此也 二者随为妙门者 行者阴随西固 即能出生十六特圣 所谓一之息入 二之息出 三之息长短 四之息变身 五除诸身形 六心缘喜 七心受乐 八受诸心形 九心作喜 十心作舍 十一心作解脱 十二观无常 十三观出散 十四观离欲 十五观灭 十六观细舍 云合观细舍 此观破非想处祸 所以者何 凡夫修非想时 观有常处如雍如疮 观无想处如痴也 第一妙定明曰非想 坐时念矣 即起舍有想无想 明非有想非无想 故之非想即是两手之意 今佛弟子观行破折 亦如前说 是故身观细舍 不找非想能的涅谈 随为妙门 亦在此也 三者止为妙门者 行者因止心故 即便此地发五轮禅 一者地轮三昧 即未道地 二者水轮三昧 即是种种朱禅定善根发也 三者虚空轮三昧 即物方便人学因缘 无性如虚空 四者金沙轮三昧 即是剑丝解脱 无找正会如金沙也 无者金刚伦三昧 即是地久无爱道 能断三界结始 永尽无虞 正尽至无生至入涅谈 只为妙门 亦在此也 四者观为妙门者 行者因修观故 即能出生求想 八念 十想 八悲舍 八胜处 十一切处 九四地定 狮子奋训三昧 超越三昧 恋产 十四变化心 三明 六通 即八解脱 得灭受想 即入涅槃 观为妙门 亦在此也 无者还为妙门者 行者若永会行 善巧破者 凡本还原 事实即便出生空无想无作 三十七品四地 十二因缘 中道正观 因此得入涅槃 还为妙门 亦在此也 亦在此也 六者 自自性禅 一切禅 难禅 一切门禅 善人禅 一切行禅 除脑禅 此时它是乐禅 清净禅 菩萨一是禅故 得大菩提果 已得经得当的 净为妙门 亦在此也 此事第二次地相生六妙门者 此地相生 入道之阶梯也 若于玉界中 巧行六法 第六静心成就 即发三圣五漏 旷父巨族诸禅三妹 此即与钱有益 所以者和 如数有二种 一者修数 二者正数 修数者 行者调和气息 不色不华 安详叙数 从一至十 设心在数 不令持散 世明修数 正数者 决心任运 从一至十 不加功利心 助兮元 决心虚微 心向见弃 换数为粗 亦不欲数 而实行者 应当放数修随 随意有二 一者修随 二者正随 修随者 舍前数法 一心一随息之出入 舍心元息 知息入出 心助息元 无分散意 世明修随 正随者 心记为息 安静不乱 绝息长短 便身入出 心息任运相依 亦律 天然宁静 绝随为粗 心眼欲舍 如人脾及欲眠 不乐重物 二实行者 应当舍随修止 止意有二 一者修止 二者正止 修止者 喜诸元律 不念述随 凝随其心 室明修止 正止者 绝身心泯然入定 不见内外相貌 定法持心 任运不动行者 事实 急坐事面 今此三昧 虽赴无为寄静 安隐快乐 而无会方便 不能破坏生死 附坐事面 今此定者 皆属因原因 介入法和和而有 虚狂不识 我今不见不觉 应虚照聊 坐事念已 即不着止 其官分别 观义有二 一者修观 二者正观 修观者 于定心中 也会分别 关于威系出入西向 如空中风 皮肉筋骨 三十六物 如芭蕉不实 心识无常 刹纳不住 无有我人 深受心法 皆无自性 不得人法 定何所依 是明修观正观者 如是观时 绝膝出入 辩诸毛孔 心眼开明 侧见三十六物 急诸重护 内外不静 刹那变异 心生悲喜 得四念处 破四颠倒 是明正观 观象即发 心缘观静 分别破折 绝面流动 非真实道 二十应当舍观修还 还义有二 一者修还 二者正还 修还者 既知观从心生 若从辙静 此即不会本源 应当反观观心 此观心者 从何而生 未从观心生 未从非观心生 若从观心生 即已有观 今时不二 所以者和 数随之等三法中 未有即观顾 若从不观心生 不观心未灭生 未不灭生 若不灭生 即二心病 若灭法生灭法已谢 不能生观 若言意灭意不灭生 乃至非灭非不灭生 皆不可的 当之观心本自不生 不生故不有 不有故己空 空故无观心 若无观心 其有观境 静止双亡 还原之要也 是名修还相 正还相者 心会开发 不加功力 任欲似能破者 反本还原 是名正还 行者当之 若离静止 欲归无静止 不离静止父 以随二边故 而时当舍还门 安心静道 静意有二 一者修静 二者正静修静者 知色静故 不且妄想分别 受讲行时 亦复如是 希望想够 是名修静 西分别够 是名修静 西取我够 是名修静 举要言之 若能心如本境 是名修静 亦不得能修 所修即静不静 是名修静 正静者 如是修实 或然心会相应 无外方便 任运开发 三昧正寿 心无一事 正静有二 一者相似正 五方便相似 无漏道会发 二者真实正 苦法人乃至 第九无外道等 真无漏会发也 三界构近 顾名正静 负次观众生 空顾名为官 观时法 空顾名为还 观平等 空顾名为静 负次空三昧 相应 顾名为官 无相三昧 相应 顾名为还 无坐三昧 相应 顾名为静 负次一切 外观名为官 一切内观名为还 一切非内非外观名为 一切非内非外观名为 一切非内非外观名为敬 一切非内外观名为敬 顾先尼泛日言 非内观顾 得是智慧 非外观顾 得是智慧 非内外观顾 得是智慧 一不无观顾 得是智慧也 四世第三随便宜六妙门 敷行者欲的身禅定智慧 乃至十项涅谈 初学安心 必须善巧 云和善巧 当于六妙门法 惜知惜觉 调伏其心 随心所辨 可以常用 所以者何 若心不便修制 即无益 事故初做时 当时调心 学属次当学随 父当学心关环等 各个经数日 学以父更从属随 乃至环境 安心休息 父各经数日 如是属反 行者即应自知心所便宜 若心便属 当于属法安心 乃至静 亦如是 随便而用不减 次地如是 安心时 若觉身 安息条 心静开明 始终安顾 当专用词法 必有身力 若有防生心 三岸塞 当更随便转用 于门 安极为善 可以朝鬼 事则略明 初学善巧安心 六妙门 事之便宜用心大意 负四行者 心若安稳 必有所正 云和为正 所谓的持身 极粗 柱细柱 欲界未道的出禅 等种种 诸禅定 得诸定乙 若心 柱不尽 当随定 身前 修六妙门 开发 云和明 潜定 不尽 修六门 令计 如行者 初得持身法 极粗 细柱法 经于日月 而不增进 而时应当细心修属 属若不尽 负当修随 随若不尽 当细宁心修止 止若不尽 当定中 观因 入戒法 观若不尽 当还更 反简心缘 还若不尽 当济然 提静 用此六法 若偏于义法 增进之时 当即善修之 既见进入身禅定 便过属境 属相济泻 静发随禅 于此定中 若不静静 当善修随止观环境等无法 定静健身 随静一度 若发止禅 禅若不静 当善修止 即观环境等四法 指定静健身 观心开发 虽有止法 知从原生无有自性 指向已泻 若观禅不尽 当更善巧修观 即环境等三法 观禅即进 近以若泻 转入深定 会解开发 违绝自心所有法相 知观虚狂 不时亦在忘情 如梦中所见 知已不受 还返照新缘 还禅经久 又不静 当父更善反观新缘 集体静当即 还禅即进 近以若泻 便发静禅 此禅念 向观已除 言与法皆灭 无量重罪除 清静心长衣 世明静禅 静若不尽 当善却够心 体真即虚 心如虚空 无所一矣 耳时静禅见生计 或然明朗发 真无漏 正三圣道 此则略说六妙门 随便宜而用增长诸禅功德智慧 乃至入涅寒也 复此行者 于其中间 若有内外仗起 欲除阙者 亦当于六门中 随取一法 依依适用阙之 弱得差者即为要也 至禅障及禅中 磨世病患 供用六门西的差也 上来所说 其义难见 行者若用此法门 当善思推取义 勿忘行也 四是第四对至六妙门 三圣行者 修道慧真 西是除障贤礼 无所造作 所以者和 二圣之人 四住或除 明得胜过 更无别法 菩萨大事 破尘杀 无名障禁锢 菩提离显 亦不亦修 此而为之 若能巧用六门对之 破内外障 即是修道 即是得道 更无别道 云和功用六门对之 行者应当知病使要 云和之病 所谓三杖 一者报杖 即是今世不善 粗动散乱杖介入也 二者烦恼杖 即三读识 识等诸烦恼也 三者也杖 即是过去现在所起杖 道恶也 于未受报中间 能杖圣道也 行者于坐禅中 此三杖发 当善时起象 用此法门 对之除灭 云和坐中之报杖起象 云和对之等 分别绝观心 散动攀缘诸敬 无暂停住 顾名报杖起 浮动名利 攀缘诸敬 心散纵横 如元侯给数 难可置路 而实行者应用书门 调心属兮 当之即针对志也 顾佛言 绝观多者 交令属兮 二者于坐禅中 或时其心亦婚亦散 婚即无忌心 暗即睡眠 散即心辅悦意 而实行者 当用随门 善调心随息 明诏入出 心依西缘 无分散意 照西出入 至无济昏睡心 依于西至觉观攀缘 三者于坐禅中 若觉身心及气粗心 散流动 而实行者 当用至门 宽身放息 至心宁静 止诸意虑 此为至也 复刺云和烦恼障起 云和对志 烦恼有三种 义者于坐禅中 贪欲烦恼障起 二实行者 当用观心门中求想 出悲舍 二胜处 诸不进门 未对志也 二者于坐禅中 称会烦恼障起 二实行者 当用观心门中此悲习舍等 未对志也 三者于坐禅中 于痴邪见烦恼障起 二实行者 当用还门 反照十二音源三空道品 破折心源 还归本性 此为至也 复刺云和对志障 道业起 业其三种 智法 一三 一者于坐禅中 忽然构心 昏暗 迷失 迷失境界 当知黑暗夜障 其 二实行者 当用境门中念方便 静 应深三十二相 清静光明 未对志也 二者于坐禅中 忽然恶念 思维贪欲 无恶不造 当意识过取 罪业所知 作也 二实行者 当用境门中念 报佛一切种 智原静常乐功德 未对志也 三者于坐禅中 若有种种 诸恶境界向现 乃至逼迫身心 当知悉 使过去今世 所造恶业障发也 二实行者 当用境门中念法 身本静 不生不灭 本性清静 未对志也 此则略说六门 对志断除三丈之相 广说不义 十五种障也 负似行者 于坐禅中 若法主于禅身定智会解脱 有种种障起 当于六门中 善巧用对志法也 粗细障法祭除 真如实相自显 三明六童自发 实力四无所谓 一切诸佛菩萨功德恨愿 自然现前不由造作 故经云 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 四世第五相设六妙门 复六妙门相设 晋论则有二种 远寻则有多图 何等为二 一者六门字体相设 二者巧修六门 出生圣进相设 云和明字体相设 行者修六门时 于一属膝中 任运自射随止观环境等无法 所以者和 如行者善调心属膝之时 集体是属门 心一随膝而属骨 集射随门 西竹攀缘 至心在属骨 集射心门 分别知心属法及西 寥寥分明故 集射关门 若心冻散 攀缘五欲 西是虚狂 心不受找缘心 还归属西故 集射还门 射属西时 无有五盖及诸粗烦恼 构身心 既然 集射静门 当之于属西中 集有六门 随止观环境等 一一皆射六门 此则六六三十六秒门 上来虽负重重运用 不同西有心意 若不分别 行人不知 此则略说六秒门 自体相设一中 聚六相也 赴刺云和明巧 修六妙门 出生圣进相设相 行者于出 调心属西 从一至实 心不分散 是明属门 当属西时 静心善巧 既知西出 入中间经有至处 乃至入 以还出 亦如是心西觉知 一随不乱 亦成就蜀法 从一至实 是则蜀中成就随门 负此行者 当蜀西时 细心善巧 至心圆蜀法及西 不令细微觉观 得起刹那一念 分别不生 是则于蜀中 成就指门 负此行者 当蜀西时 成就西念巧 会方便 用静见之心 照西生灭 兼知身份刹那思想 阴入戒法 如云如影 空无自性 不得人法 是是于蜀西中 成就西念巧 会关门 负此行者 当蜀西时 非但成就观至 实前法虚假 亦负善巧 绝了观照之心 无有自性虚狂 不识 离之绝想 是则于蜀西中 成就还门 负此行者 当蜀西时 非但不得所观 能观以会方便 亦不得无能观 所观 以本境法性 如虚空 不可分别故 而实行者 心同法性 既然不动 是则于蜀西中 成就静门 以五门 庄严蜀西 随之观环境 皆亦如是 今不别说 此则六六三十六 一名三十六妙门 行者若能如是 善巧修习六妙门者 当之必得种种 诸身禅定智慧 入三圣涅寒也 四世第六通别六妙门 所以 严通别六门者 凡夫外道二圣菩萨通观 属西依法 而且会不同 事故正涅 盘疏别 随只观环境 亦富如是 所以者和 凡夫顿根行者 当属西时 为之从一致时 令心安定 欲望此入产 受诸快乐 是名于属西中 而起磨叶 以贪生死故 父子如诸力 跟外道建心猛 圣建因缘故 当属西时 非但调心属西 从一致时 欲求禅定 亦能分别 现在有西无西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过去西如去不如去 亦如去亦不如去 非如去非不如去 未来西有边无边 亦有边亦无边 非有边非无边 现在西有长耶无长耶 亦长亦无长耶 非长非无长耶 即心一耳 随心所见 既以为实 为他所说 西为妄语 世人不了西相 随妄见生尊别 即是属西戏论 四边火烧 生烦恼处 长夜贪着邪见 造诸邪行 断灭善根 不曾无声 心形里外 顾明外道 如是二人顿理虽书 三界生死轮回无别 赴赐云和明 为生闻属西相 行者欲诉出三界 自求涅槃固 修属西 以调其心二识 于属西中 不离四地 不离四地正观 云和于属西中 观四真地 行者之兮 一身身一心 三是和和明 因介入 因介入者 即是苦也 若仍贪着 因介入法 乃至随主见心 分别因介入法 即明未及 若能达西真性 即能知苦无声 不起四寿 四行不生 即顿使力使 诸烦恼结 既然不起 顾明未灭 知苦正会 能通理无庸 顾明为道 若能如是属西 通达四地当之 世人必定得生闻道 避古不造心 赴次云和于属西中 入园觉道行者 求自然会 乐独善计 深知诸法因缘 当属西时 即知属西之念 即是有之 有缘取 取缘爱爱缘寿 寿缘处 处缘六入 六入缘明色 明色缘时 时缘行 行缘无名 复观此 悉念之有 明善有为业 有善因缘 必定能敢未来 世人天寿 寿因缘故 必有老死有悲苦恼 三世因缘 生死无忌 轮转不息 本无有生 亦无有死 不善思维 心形所造 若知无明体性 本自不由 妄想因缘和和而生 无所有故 假明无明 无明善而 亦不可得 当之行等 诸因缘法 皆无根本 既无行等因缘 其有今之属息之实 而实行者 身之属息 属因缘空 无自性 不受不找 不念不分别 心如虚空 既然不动 豁然无漏 心生成员 绝道 父次云和明 为菩萨属西相 行者 为求一切 至佛 至自然 至无失 至 如来至 建立 无所谓 米念安乐 无量众生 故修属西 欲因此法门 入一切种智 所以者和 如经中说 阿那般那 三世诸佛 入道之出门 是故心发心 菩萨 欲求佛 道应先调心属西 当属西时 知其非心 犹如幻化 是故心 非是生死 亦非是涅槃 而时于属西中 不得生死可断 不得涅槃可入 是古不住生死 既无二十五有戏父 不正涅槃 则不堕生 闻必知佛地 以平等大会 即乌取舍心 入西中道 明见佛性 北无生人 祝大涅槃 祝大涅槃 常乐我敬 故经云 辟如大水 能突荡一切 为除阳柳 以其软固 生死大水 亦富如是 能飘没一切 凡夫之人 为除菩萨 祝于大圣大邦涅槃 心柔软固 世明大圣行者 于属西中 入菩萨位 此则略说属西庙门 凡圣大小圣通别之相 属西虽通 虚解疏别之相 当之属西虽同共修 随其果报差降 于随之观环境 依依庙门 凡圣大小圣通别 亦富如是 四世第七旋转六庙门 上来所说六庙门 西世共行 与凡夫二圣共故 今此旋转六庙门者 唯独菩萨所行 不与生文元绝共 况诸凡夫 所以者和 前第六通别庙门观中说 明从甲入空观 得慧眼一切智 慧眼一切智 是二圣菩萨共法 今明从空出甲旋转六庙门 即是法眼道种至 法眼道种至 不与生文弼之佛共 云和菩萨 于属西道中 修从空出甲观 其旋转出一切诸行功德相 所谓菩萨行者 当属西时 当发大事愿怜悯众生 虽知众生必尽空 而欲成就众生进佛国土 进未来计 做事愿意 即当了所属西 不生不灭 其性空计 即西是空 非西灭空 西性自空 西即是空 空即是西 离空无西 离西无空 一切诸法 一复如是 西空故非真非假 非世间 非出世间 求西不得西 与非西 而意成就西念 其所成就西念 如梦如幻 如想如画 虽无实是可的 而意分别幻化 所作是 菩萨聊西 意复如是 虽无西性可的 而意成就西念 从一至实 寥寥分明 身心分别如幻西相 以有无性如幻西故 即有无性世间 出世间法 所以者和 无明颠倒 不知西性空故 妄计有西 即生人法 执着爱见诸行 故明世间 因有西故 即有因介入 等世间苦乐之果 当知西虽空 亦能承办一切 世间善恶因果 二十五有诸生死是 父子西相空中 虽无出世间相 而非不因西 分别出世间法 所以者和 不知西相空故 即无明不聊 造世间夜 知西空无所有故 即无无明 妄知一切诸结烦恼 无所从生 世明出世间因 因灭故 得离后世世间二十五有等果 明出世间果 能出世间颠倒因果法故 是明出世间法 于出世间真正法中 亦有因果 因者知西空 正知会未出世间因 忘记西中人 我无明颠倒 即苦果灭故 名为出世间果 故知菩萨观西非西 虽不得世间出世间 亦能分别世间即出世间 父自菩萨 观西性空时不得四地 而亦通达四地 所以者和 如上所说世间果者 即是苦地 世间因者 即是吉地 出世间果者 即是灭地 出世间因者 即是道地骨 关于西想 不见四地 而能寥寥分别四地 唯声闻众生 广眼分别 父自菩萨 聊西空中 不见十二因缘 而亦通达十二因缘 所以者和 过去西性空无所有 望见有西 而生种种颠倒分别 起出烦恼 顾明无明 无明因缘 则有形十明色六 入处受爱 取有生老死 悠悲苦恼等 轮转不息 皆由不聊西 如须空无所有骨 若知西空计 即破无明 无明灭骨 则十二因缘皆灭 菩萨如是辽西非西 虽不得十二因缘 亦能寥寥 通达十二因缘 为求援觉圣人 广眼分别 父自菩萨 辽西无性 而时尚不见有西 何况于西道中 见有六臂即六度法 虽于西性中不见臂即六度法 而亦寥寥通达六臂六度 所以者和 行者当属西时 即自聊之 若于非西之中而见西者 是必定成就千贪必法 千有四种 一者千兮财物 见西中有我 为我生千故 二者千身 于西中起身见故 三者千命 于西中不了即有命故 四者恼法于西中不了 即起见执法心生 故行者为破坏如是千必恶法 故 修四种谈波罗密 一者之息空非我 离西义无我 既不得我 聚诸财物 何所资给 二十千财之心 即便之心 即便自息 舍诸珍宝 如气体拓当之了达西性 即是财师谈波罗密 父子菩萨 知无身性 西本诸法 不明为身 离西本法 亦无别身 二十之身非身 即破千身之指 既不千于身 即能以身为奴仆给使 如法师与前人 当之了之西非西 即能具足成就 舍身谈波罗密 父子行者 若能了西性空 不见即西是命 离西有命 既不得命 破性命心 二十即能舍命 给师众生 心无精畏 当之了达西空 即能具足 舍命谈波罗密 父子行者 若达西空 即不见阴入戒 等诸法 亦不见世间 出世间 种种法相 为破众生 种种痕迹 迷之诸法 轮回六去 故有所说 而实无说无事 以听者无闻无的故 事实虽行法师 不止法师 无闻与比 而利以切 譬如大地虚空日月 利益世间 而无心与物 不求恩 报菩萨达西性空 行平等法师 谈波罗密 利益众生 亦富如是 当知菩萨知悉性空 不得千度 而能寥寥分别千度 以不可的故 知悉性空 具足师罗具体 毗里耶禅那波 惹波罗密 亦富如是 是中英一一 广旋转出波罗密像 为求佛道 善男子善女人 开示分别 是极略说于属心门中 修选转陀罗尼菩萨所行 无碍方便 菩萨若入世门 直说属心条心 穷也结不尽 旷富于随之观环境等 种种诸禅 智慧神通 四便利 无所谓 诸地恨愿 一切种智 无尽一切功德 旋转分别而可近乎 四事第八 观心六妙门 观心六妙门者 此为大根性行 仁善时法恶 不由此地全照诸法之源 何等为诸法之源 所谓众生心也 一切万法由心而起 若能反观心性不可的心源 即知万法皆无根本 曰此观心说六妙门 非如前也 所以者和 如行者初学观心时 知一切世间出世间诸数量法 皆悉从心出 离心之外更无一法 事则属一切法 皆惜约心故属 当知心者 即是属门 复次行者 当观心时 知一切属量之法 悉随心亡 若无心亡 即无心属 心亡动故 心属易动 譬如百官臣民西皆随顺大王 一切诸数量法 依随心亡 义父如是 如是观时 即知心是随门 复次行者 当观心时 知心性常计 及诸法 以计计故不念 不念 顾及不动 不动 顾名指也 当知心者 即是指门 复次行者 当观心时 绝聊心性 由如虚空 无明无相 一切语言道断 开无名藏 见真实性 于一切诸法 得无酌慧 当知心者 即是观门 复次行者 当观心时 既不得所观之心 亦不得能观之志 而实心如虚空 无所依已 以无着妙慧 虽不见诸法 而环通达一切诸法 分别显示 入诸法界无所缺 简谱现色身 垂形九道 入遍通葬 即诸善根 回向菩提 庄严佛道 当知心者 即是还门 复次行者 当观心时 虽不得心 即诸法 而能寥寥分别一切诸法 虽分别一切法 不着一切法 成就一切法 不染一切法 以自性清净 从本以来 不为无名或导之所染故 故经云 心不染烦恼 烦恼不染心 行者通达自性 清净心故 入于构法 不为构法所染 故名为净 当知心者 即是净门 如是六门 不由次第 直观心性 即便具足也 四世第九 元观六妙门 夫元观者 其得如上所说 但观心源 具足六妙门 关于诸法 不得二呼 今行者 观一心 见一切心 即一切法 观一法 见一切法 即一切心 观菩提 见一切烦恼生死 观烦恼生死 见一切菩提涅槃 观一佛 见一切众生 即主佛 观一众生 见一切佛 即一切众生 一切皆如影现 非内非外 不依不易 十方不可思议 本性自而无能作者 非但于一心中 分别一切十方法界 凡胜色心诸法 数量 亦能于亦微尘中 通达一切十方 世界诸佛凡胜色心 数量法门 是即略说 元观属门 随止观环境等 一一皆易如是 是属微妙度 可思议非口所宣 非心所策 尚非诸小菩萨 即以圣境界 旷诸凡夫 若有利根大事 文如是无法 能信解受持 正念思维 专精修习 当知 世人行佛行处 诸佛诸处 入如来试 浊如来依 做如来做 急于此身 必定当得六根清净 开佛之见 普现色身 成等正觉 固化言经云 初发心识 变成正觉 了达诸法真实之性 所有会身 不由他物 四世第十正相 六妙门 前九种六妙门 皆修音之相 一间正果 说不具足 今当更分别 六妙门正相 六门有四种 一者四地正 二者护证 三者旋转证 四者圆顿证 云和此地正 如唱第一例 别对诸禅门 即此地相生 六妙门中 已略说 此地正相 细寻自知 今不别说 第二护证 此曰第三随便宜 第四对质 第五相设 第六通关 四种妙门中论正相 所以者和 此四种妙门修行方便 无定此地 故正已复回 互不定 如行者当属七时 发十六处等诸 暗证 因莫无计 有够等法 此禅即是 属七正相之体 而今不定 或有行者 于属七中 见身毛孔虚疏 彻见三十六物 当之于属七中 正于随门 负有行者 于属七中 正空静定 以绝身心 既然无所缘念 入此定时 虽负浅身有疏 而皆是空计之相 当之于属七中正 止门禅定也 负此行者 当属七时 内外死时 不净胖胀烂坏 及白骨光明等 定心安隐 当之于属七中 正关门禅也 负此行者 当属七时 发空无相智慧 三十七品四地 十二因缘等 巧会方便 思觉新起 破折诸法 返本还原 当之于属七中 正关门禅也 负此行者 或于属七之时 身心既然 不得诸法 妄够不生 分别不起 心想既然 明实法相 无所依 亦当之于属七中 正静门禅也 此则略说于属七中 互发六门禅相 前后不定 未必 昔如今说 于随之观环境 一一 互正诸禅相 亦如是 所以 由此互正诸禅者 亦有二种 亦者 修诸禅时 互修故 发义随护 亦如前四种 修六妙门相 二者速 誓言元善根发 是故互发不定 亦如坐禅内 方便厌善恶根性 中广说 第三云和明正 旋转六妙门相 此的一 第七旋转修故发 所谓正向者 即有二种 亦者正旋转解 二者正旋转行 云和明为正旋转解 发向 行者于属西中 巧慧旋转修习故 耳时或正身禅定 或说潜定 于此等定中 豁然心会开发 旋转绝时 解真无碍 不由心念 任运旋转 绝时法门 旋转有二种 一者总向旋转解 二者别像 总向父有二种 一者解真总向 二者解俗总向 别像父有二种 一者解真别像 二者解俗别像 于义总向法中 旋转解一切法 别像一耳 云和明为正旋转形象 行者如所解 心不为言 心口相应 法门现前 心形坚固 任运增长 不由念力 诸善功德自生 诸乐自惜 总向别像 皆如上说 但有相应之意 入诸法门境界 显现之诸故 今则略出正旋转形 如意属门 具二种正旋转固于随止观环境 亦如是 略说不惧足者 自善思维 取一广对诸法门也 正旋转六妙门者 即逝的选陀罗尼门也 是名无外便才巧 会方便遮诸恶令不得起 持诸功德令不漏失 认识法门 必定不久入菩萨位 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也 第四云和明 未原正六妙门 行者因第八观心 第九元观 二种六妙门为方便 事观诚实 即便发源正也 正有二种 一者解证 无外巧会不由心念 自然原正实法界 顾明解正 二者会正妙会 朗然开发 明照法界通达无脉也 正相有二种 一者相似正相 如法华经中明六根清静相 二者真实正相 如画延经中明出发心圆满功德智慧相也 云和明相四元正 未六妙门 如法华经说眼根清静中 能一时属十方凡胜色心等法属亮 顾明属门 一切色法 随顺于眼根 眼部为色法 共相随顺 顾明随门 如事件时 眼根时既然不动 顾明指门 不以二相见诸佛国 通达无碍 善巧分别 照了法性顾明关门 还于眼根境界中 通达耳鼻舌身一等诸根境界 昔明了无碍 不依不义相顾 顾明还门 父子见及眼根境界 还于十方凡胜眼界中献顾 一名为还门虽寥寥通达见如事事 而不且妄想分离 知本性尝尽无可然法 不住不找 不起法碍 顾明镜门 此则略说于眼根清镜中 正向四六妙门像 于五根亦如事 广说如法华经明也 云和明真实原正六妙门 有二种 一者别对 二通对 别对者 十柱为蜀门 十行为随门 十回下为止门 十地所关门 等觉未还门 妙觉为静门 二通对者 有三种正 一者出正二者中正 三者究竟正 出正者 有菩萨入阿寺门 一明出发心注 得真无生法忍会 二十能于一念心中 属不可说微尘世借诸佛菩萨生闻缘觉诸心形 即属无量法门 即属无量法门 顾名属门 能一念心中 随顺法界所有事业 顾名随门 能一念心中入百千三昧 即一切三昧 虚妄及息聚止息 顾名为止门 能一念心中 绝了一切法相 具足种种观智慧 顾名关门 能一念心中 通达诸法寥寥分明 神通转变调伏众生 凡本还原 顾名还门 能一念心中 成就如上所说是 而心无染浊 不畏诸法之所染无故 亦能敬佛国土 令众生入三圣静道 顾名静门 出心菩萨入世法门 如经所说 一名为佛也 已得波惹正会 文如来藏 显真法身 聚首棱言 明见佛性 住大涅槃 入法华三昧 不思议一时 境界也 广说如话言 经中所明 世卫出地正不可思议 真实六妙门也 中正者 于求助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绝地 皆明中正不可思议 真实六妙门也 云和明究竟 圆正六妙门 后心菩萨入茶自门 得意念相应会 妙诀现前 穷照法界 于六种法门究竟通达 功用普辈无所缺减 即是究竟圆满六妙门也 分别属随只观环境诸法门正下一步一前 带有缘吉之书 故应落经云 三显时圣任中行 为佛一人能尽缘 法华经言 为佛与佛 乃能究尽诸法实相 此约修行交道 作如是说 以礼而为论 法界缘通 诸佛菩萨所证法门 始终不二 故大品经言 出阿后查其一无别 涅槃经言 法心必净二不别 如是二新鲜新南 化言经言 从出地稀聚一切诸地过得 法华经言 如是本末究竟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